这里科普汤白卖世界2022年2月12号的下午 我们下面再谈一下扎克伯格跌出全球前十 股价暴跌扎克伯格跌出全球首富前十 75位宗教领袖联名要求他永久放弃 永久放弃什么呢我们看一下 2022年23号到28号META股价连续下跌 META行政总裁马克扎克伯格 财富大幅缩水 跌出全球十大亿万富豪榜 此外针对META威胁退出欧洲 德国法国高官回应称 没有Facebook生活很美好 由75位宗教领袖组成的联盟自信扎克伯格 要求他永久放弃为13岁以下儿童 创建的Instagram平台的计划 META股价连日下跌 扎克伯格财富大幅缩水 去年10月28号社群媒体脸书公司更名为META 2022年2月2号美股盘后 Facebook公布了更名后的首份季度财报 财报显示2021年第四季度 META营收为336.71亿美元 与上年同期的280.72亿美元相比增长20% 净利润为102.85亿美元 也就增长了这部分 与上年同期的净利润112.19亿美元相比下降8% 2019年第二季度以来首次出现净利润下滑 财报显示Facebook四季度日活用户为19.3亿 同比增长5% 但低于市场预计的19.5亿 越活用户29.1亿 同比增长4% 低于市场预期的29.5亿 这也意味着公司的日活数据 首次出现环比下降 这个很重要 Facebook重要的是上面的活动量 他看活动量也就是日点击量 参与的人数有多少 那么他首次下降 META预计2022年 第一季度的收入将在270亿美元至290亿美元之间 同比增长3%至11% 不及市场预期的302.5亿美元 受此影响 2月3号美股开盘 META跳空低开 盘中跌幅一度达27% 这个就是暴跌了 跌了27% 那是暴跌了 截止收盘跌幅为26.39% 创下了该股 有史以来的最大跌幅 总市值较前一日收盘时 跌去了约2500亿美元 缔造了美股市场 有史以来最大的个股 单日市值降幅 那么是不是这个Facebook 后劲都用完了呢 这由大家去研究 研究 2月3号到2月8号 META已经连续四个交易日下跌 股价创下了2020年7月以来的最低值 2022年以来 META股价跌下跌约35% 2月8号截止美股收盘 META报220.18美元 跌了2.1% 市值跌至5993亿美元 退出全美市值最高的五家公司行列 全美市值最高是苹果、微软、亚马逊和Alpha Beta 同样不及特斯拉、伯克希尔、哈萨维、英伟达 市值位于全美第八位 2月3号当天 META行政总裁马克·扎克伯格 个人财富缩水290亿美元 福布斯的数据显示 这使得扎克伯格个人财富缩水至850亿美元 在富豪排行榜上位居第12位 扎克伯格首次被挤出彭博社统计的彭博亿万富翁指数 叫Bloomberg Billionary Index的十大排行榜名单 扎克伯格自2015年7月以来一直都是该排行榜的十大成员 那又7年了 根据彭博社截止2月3号 扎克伯格以920亿美元净资产名列榜单第11名 那现在又降了 降了850亿又降上去了 META威胁退出欧洲 德国法国高官说 没有Facebook生活会更好 2月3号 META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的年度报告中威胁称 如果无法继续将用户数据传输回美国 META将把Facebook和Instagram撤出欧洲 META表示这是威胁 如果无法依赖新的或现有的协议来传输数据 那么就可能无法在欧洲提供我们的多项最重要的产品和服务 包括Facebook和Instagram 2月7号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 在巴黎与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一起出席活动时 对记者表示 在被黑客攻击后 我已经四年没有使用Facebook和Twitter了 生活一直很美好 他也被攻击了 我们的油管也被封击了 谷歌我们讲到 下一波会不会谷歌也要遭到同样的命运 我们讲 那么二补充说 我可以确定没有Facebook的生活非常好 没有Facebook我们也会过得很好 数字巨头们必须明白 欧洲大陆将发起抵抗 捍卫其主权 这个是很重要的 75位信仰领袖要求取消Instagram儿童计划 2022年2月8号由75位宗教领袖组成的联盟 签署了一封 至Facebook和Instagram母公司Meta行政总裁 马克扎克伯格的信 要求他永久放弃为13岁以下儿童 创建Instagram平台的计划 他们说 这种平台是我们处于虚假的自我水平 激起自我或激起嫉妒 而宗教则在致力于保护青春期之前 那些宝贵的童年时光的纯真 神圣和自由 但设媒平台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这些努力 我们讲这个是宗教你信吗 我们赞成他 这句话非常重要 我们听一下 宗教则在致力于保护青春期之前 那些宝贵的童年时光的纯真神圣和自由 非常重要 这就铺了底线 根本性的东西 根本性的东西不能破坏掉 那么这样 2021年9月Facebook前员工豪根泄露了内部文件显示 该公司知道Instagram可能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产生有害影响 Facebook公司随后将斩停这些计划 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像立法者所推动那样 完全放弃这些计划 那么这后面一个宗教领袖谈到这一点 很重要的一点 会把扎克伯格的那个叫什么虚拟计划 虚拟计划 虚拟计划叫之前叫什么名字来着 就是完全活在虚拟当中 那个计划是一个重创 那个将来一定要规范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不能让他肆无忌惮下去 所以虚拟计划就有为我们人类现实世界 脱离现实世界 对人类的危害是很大的 我们讲到 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 扎克伯格的方向是错误的 我们坦率告诉他 扎克伯格发展的方向会受到人类的全面抵制 所以马斯克就批扎克伯格 说他那个虚拟的那个计划 就是瞎掰 不叫瞎掰 那基本上是有害的 真的有害 所以马斯克做的都是实体的 步步向人类提升的方面 扎克伯格都做的虚拟的 所以他更导向 我们说不好听了 导向魔鬼 导向魔鬼 这一天是要大家要注意到这个 注意到这个 所以这个里面基本上Facebook 从这个角度来我们可以 就目前而言可以预言 他基本上到头了 基本上到头了 没有再大的发展空间了 他想再发展空间 因为他的方向是错误的 这个就跟他的一个个人的取向 所以他要祈求于垄断 当一个人没有自身能力的时候 他会横向祈求于垄断 就走向了魔鬼东西 我们讲垄断是魔鬼所要干的 最大的利润的所在 是最邪恶的地方 个体主义就是要打破垄断 垄断会导向群体主义 导向集体主义 这是大家知道 所以扎克伯格为什么 前年就开始渗透到 渗透到美国的选举上面去 他就想保持垄断的地位 保持垄断的地位 这个就走向了魔鬼 所以他的发展方向也是想往这方 也就不会正常 我们讲到当你没有造物主信仰 或者偏离造物主信仰的时候 你这就是一个图谱 魔鬼和上帝 你说存在一体吗 我们讲你就把它当一体 那么你上帝的造物主的信仰越充实 含量越高的话 你的文明程度也高 你的发展方向越有前景 当你把它放弃掉 你形成了没有这方面引领的时候 你一定会魔鬼的分量就增加 那么你的发展前景会有一个 有一个爆炸 有一个小高峰 但是没有更大的前景 没有更大的前景 原因在哪里 因为这个小高峰是什么 是大量的愚昧的民众 能够获取这样的情况 但是没有更大的前景 他甚至会破坏的 破坏的 所以扎克伯格当他走向 跌出他不是他在本行业要发展的时候 他已经历尽衰竭了 什么叫本行业发展 你把Facebook Facebook他一个正常的一个发展 他应该再往高的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发展下去 但是他没有 他往横向发展了 往横向发展的基本上就没戏了 你比方说苹果 苹果乔布斯给了一个突破 带来了一个新的文明 叫发明创造 所以我们讲发明创造是一个突破 后续的人上来就只能是在里面完善 不同的扩展 什么叫完善 就往横向发展下去了 那纵向就变 等到特斯拉 马斯克的星链计划一出来 那么马斯克星链计划就是高 超维度了 超过他就新的发明 涵盖了苹果手机了 所以苹果手机必须要有所新的突破 如果没有新的突破 苹果手机也基本上到头了 扎克伯格的情况跟苹果手机是一样的 你比方过去的电脑公司 最早的电脑公司 它就是一个工具性的 包括这些 微览它是因为在操作系统上面有所突破了 操作系统如果说不能突破就不行 它是跟于时俱进 已经发展的 那么其他有些地方包括联想 它只是装电脑 它充斥了中国这个市场 但是它在纵向上没有发明创造 所以它到一定时候 当这个市场饱和的时候 它也就到头了 我们分析这个事情是干嘛 是让大家学会经济分析法 你看这个公司是不是有前景 你要看它的业务取向 它的业务取向到此了就没有了 还有一个就看它存量 存量就比方说矿 它这个矿能开发多少 今年开发能力多少 后面那是按照存量的方式 那就物质化了 评估明年会有增长多少 按这个评估了 另外如果说没有 那么看它的业务发展 它的业务发展的方向 是不是有突破性的 增值性的 没有突破性 你不可能有增值 告诉大家 没有突破性 你只会是量的增加 量的增加 而不是你的核心价值的增值 核心价值的增值是什么 是你层次的提升 层次的提升 就是唯独一高 你的市场覆盖面就大 能理解这点吗 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这轮给大家讲讲经济的问题 所以你像马斯克 马斯克 纵向提升一格 它覆盖面多大 所有市场都有它的 如果说你纵向没有提升 你就在横向上 那你就跟横向了同行业去竞争 去抢夺 去占领土地 就跟过去的 农耕时期一样到处打仗 占领土地一样 消灭这个国家消灭那个国家 就是这回事 但是你要是纵向提升呢 对吧就像美国纵向提升海军空军 太空军 这一纵向提升你基本上 望尘莫及 所以 这个也牵扯到 我们本来讲今天应该更多的讲一点文明的东西 那我们放在明天 明天 叫奴化还是现代化 奴化与现代化 还有一系列后面我们会谈到这个文明 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那是一样 在你把这个文明和野蛮和这个 我们今天讲到的文化和文明的关系 你用的这个企业的分析上面是一模一样的 像扎克伯格 他就在横向发展了 他就形成了自我封闭了 你像苹果手机 他在功能上东加一点西加一点 他纵向上没有突破了 没有突破那么他就没系了 纵向上他要突破什么 他要突破就得要突破 通讯方式 马斯克为什么能行 他改变了通讯方式 改变了通讯方式 所以这叫平台 一层层在上面的平台 不同的通讯方式 说白了我们就叫文明程度 文明就或者比方对人的 定义 认知的深刻 和认知的改变 认知的改变就创造了一个新的文明 认知的一点点改变就创造了一个新的文明 你比方说在家庭里面 过去有家暴的 男人是大男子主义 家暴的 对自己老婆还是家暴的 后来突然醒悟过来点 他把家暴程度减轻了 甚至是杜绝了 这说明这个家庭的文明程度 上了一个台阶 上了一个台阶 所以这些都是他的观念 他为什么不家暴呢 他有一个观念的转变 我们那天看到的一个 一个帖子上也是讲到的 因为 一会儿可能会有的 因为这个 自己老婆是买来的 所以他经常的家暴 家暴后来有一次 他老婆好像是要自杀 他一下子感觉到不好 其实他对他老婆 应该还好 但是他觉得这是买来的 就心理观念 心理那个潜意识变不过来 后来 他就知道自己的错误了 我们讲这叫觉醒 叫觉醒 我们觉醒另外一个话语叫什么 不用觉醒两个字 是用另外一个字 一下子忘了 另外两个字 那个更准确 随后他就对他这个 妻子就特别好 从此以后就改变了观点 改变过来后来妻子要回家 好多年没回去了 回家 他也放行 而且还给他钱 然后问他 如果妻子不回来怎么办 他说不回来也没关系了 这就是一个人的文明程度提升 他原来是很贫穷 跟随大流要去买老婆 来养这个 买老婆后来发现这个不对 就是 这叫 我们讲佛家里面叫做天性善良 靠自己 靠自己慢慢醒悟过来 他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了这点 所以大家要记住到这个 所以我们讲 如果是文化 文化对文明是有 阻碍作用的 你把它用到经济上面也是一样的 经济上面 和发明创造上面一样 你不断要突破 突破才是文明的上 所以我们讲 文明是跟你发明创造有关系的 所以文明只能嫁接于个体主义 个体主义才会有文明不断上升的空间 集体主义基本上就死囚着了 文明就停滞不前了 甚至停滞不前就意味着什么 倒退 所以讲到这点 共产党里面老毛给大家一个新银感觉 后来就倒退了 他就没有新的思想 他把新思想都掩杀 掩盖掉了 或者什么扼杀掉了 他就没戏了 大家只能活在老毛的思想境界下面 老毛有多大的空间 大家就有多大空间 现在的习近平也是一样的 现在习近平有多大空间 整个所谓的14亿人 就在习近平那个小空间里面 大家就觉得难受 因为习近平 的空间比 昨天 比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空间还要小 所以他给了全国全中国人 穿了小鞋 穿了小鞋那你怎么办 那就有抵抗吗 有反抗吗 所以会有动荡起来 一定会把这双鞋给撑破了 这是我们通过这个方式给大家解读的 OK 我们不再扩展了希望大家把这个验伸到 经济和领域里面 那么下回你去选择 投资方向选择投资东西 你就OK了OK